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层被稳定下来之后 缺粮的问题并没有在当地掀起大的乱局 但在各种小的摩擦里 被饿死的人不少 也有些恶性事件的出现 这个时候 小仓河成为了一个出口 一直待在山中的小仓河这边 粮食也不能算很多 想要救济全西北 肯定是不可能的 人们想要得到救济 一是加入黑旗军 二是替小仓河务工做事 黑旗军对于招人的标准颇为严格 但此时还是稍微放开了一些 至于务工 冬日里能做的事情不算多 但总算 外界的几批原材料到货之后 宁易安排着在谷内谷外 新建了几个作坊 也愿意发给外面的人 生丝等物 让人在家中织布 又或是来到山谷这边 帮忙织造印书 制取火药 掏空实弹等等 如此这般 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 又救下了一批人 建制开春 虽说雪荣冰销 但粮食的问题 已更为严重起来 外面能活动开始 修路的工作 就已经是提上了日程 大量的西北汉子 来到这里 领取一份事务 帮忙做事 而黑棋军的招募 往往也在这些人中 展开最有力气的 最吃苦耐劳的 最听话的 有才能的 此时都能一一吸纳 虫舍两家人 对此并无意见 首先宁义让出两个城的利益 是吃了大亏的 哪怕最终蛇家得到了利益不多 但其实在延州等地 他们仍旧得到了不少权利 哪怕是公开的招兵 短时间内 重猎和蛇可求都不会阻止 至于招募人做事 那就更好了 他们正愁无法养活所有人 宁义的行为 也正式为他们解决了大麻烦 属于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此时春虽未暖 花意见开 小沧河河谷中 新兵的训练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半身腰上的小院子里 宁义与谭儿 小禅等人 正在收拾行李 预备往青木寨一行 处理事情 以及探望住在那边的苏裕等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他们此时的回娘家 二月 吕梁山东寒烧紧 山野临近 已逐渐显出葱绿的景象来 青木寨 年关过后的景象稍显冷清 早两年间 这处据说得了高人指点的寨子 急着走私做生意的便利 迅速发展至巅峰 自青木寨外一战 败进黑枯王 乱山王 小翔马 方毅阳兄弟等人的联手之后 整个旅粮范围的人们 慕名而来 在人数最多的时候 定得这青木寨中人数 甚至超过了三万 称之为青木城都不为过 只是 因走私生意而来的暴力惊人 当京国与武朝白任渐血 夜门关陷落之后 地理优势逐渐失去的 青木寨走私生意 也就逐渐滴落 再之后 青木寨的人们参与弃军 宁义等人反叛天下 山中的反应虽然不大 但与周边的生意却落至冰底 一些本为谋取暴力而来的亡命图 在寻不到太多好处之后 陆续离开 到去年上半年 李良山与 京国那边的局势也变得紧张 甚至传出 京国的瓷布施将领 欲取青木寨的消息 整个李良山中风声鹤唳 此时寨中面临的问题众多 有走私生意 往其他方向上的转型 乃是重中之重 但凭心而论 算不得顺利 哪怕宁义规划者 在谷中建起各种作坊 常惯了暴力甜头的人们 也未必肯去做 外部的压力袭来 在内部 三心二意者也逐渐出现 两年的平静时光之后 一些人开始渐渐忘却 心前李良山的残酷 自从宁义与陆红蹄的事情被公布 人们对于这位寨主的印象 也开始从文之色变的雪菩萨 逐渐转为某个外来者的傀儡 或者静伦 而在内部高层 自己寨子里的女大王 嫁给了另一个寨子的大王 获得了一些好处 但如今 对方惹来了巨大的麻烦 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这样的印象 也并不是什么出奇的事情 一部分的人开始离开 另一部分的人 在这中间蠢蠢欲动 尤其是一些在这一两年展露头角的少壮派 尝着走私获利 无法无天的好处在暗中活动 欲趁此机会 勾连经国 死不失大将军 占了寨子的也不在少数 好在韩靖等人站在陆红蹄的一边 跟随韩靖在下村对战过女真人的一千余人 也都浮予宁义等人的威严 这些人先是按兵不动 带到反叛者锋芒见漏 五月间 依宁义早先做出的十项法原则 一场大规模的搏杀便在寨中发动 整个山上山下杀得人头滚滚 也算是给青木寨又做了一次清理 道德眼下 整个青木寨的人数加起来 大概是在两万一千人左右 这些人多数在寨子里面 已经有了根基和牵挂 已经算得上是青木寨的真正基础 当然 也多亏了去年六七月间 黑企军悍然杀出 打的那一场大胜仗 使得债中众人的心思真正踏实了下来 一个势力与另一个势力的联姻 女方一边确实是吃点亏 显得弱势 但弱势对方一万人 可以打败西夏十余万大军 这场买卖显然就相当作得了 自家债主武艺高强 丈夫确实也是找了个厉害的人 对抗女真大军杀武朝皇帝 正面抗西夏入侵 当第三项的硬实力展现了之后 将来席卷天下都不是没有可能 自己这些人当然也能跟随其后 过几年好日子 素来纷乱不定的旅梁山 过惯了苦日子 也见多了不择手段的盗匪强人 对于这等人物的认同感反倒更大一些 清末寨的清洗完成 西北的战果传来 人们对于金国大将词不识的恐惧 便也一扫而空 而当回忆起这样的混乱 寨中留下来的人们 被分配到山中 新建的各种作坊里做事 也没有了太多的牢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算得上是 你凶我就怕了的真实立正 一日一日的 虎中众人对于雪菩萨的印象 依旧清晰 对于名叫陆红蹄女子的印象 却逐渐淡化了 这或许是因为 其次的变乱和革新后 清末寨的权力结构 已逐渐走上了更为复杂的正轨 逐渐的力量渗入其中 新的局势在出现 新的运作方式也都在成形 如今的清末寨军队 与先前充斥吕梁山的山匪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的一部分经历过大的战争 经历过与愿军女真人的交锋 其余的也大都在军纪 与规矩下变得方正起来 曾经单人之鉴 为山中百十人奔走厮杀 在只身苦吕的孤独中 期盼未来的女子 对于这样的局面已经不再熟悉 也无法真正做到得心应手 于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她也只是隐身于清末寨的山间 过着身居简出的平静日子 不再插手具体的事物 这样子下去再过一段时间 恐怕这里梁山里都不会有人认识你了 二月春风四剪刀 此夜清了 宁义与陆红蹄走在清末寨的山间 打趣的说了一句 相对于清末寨人逐渐的只识雪菩萨 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 两人虽然聚少了一多 但宁义这边始终见到的 却都是单纯的陆红蹄本人 从小苍合到清末寨的路程 在这个年月里其实算不得远 敢一点的话 朝发可惜之 两地之间讯息和人员的来往 也极为频繁 但由于各种事物的缠身 宁义还是极少出门走动 于西夏大战的前一年 为了将河谷中的气氛压至集体 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主观能动性 而又不至于出现消极现象 宁义对于河谷中所有的事情 几乎都是势必恭亲的态度 哪怕是几个人的吵架 私斗 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生怕谷中众人的情绪被压断 反而出现了自我崩溃 待到大战打完 在旁人眼中是挣扎出了一线生机 但在实际上 更多戏物才是真正的接踵而来 与西夏的讨价还价 与重舍两家的交涉 如何让黑骑军放弃两座城的举动 在西北产生最大的影响力 如何借着黑骑军打败西夏人的余威 与附近的一些大商户 打势力 谈妥合作 庄庄渐渐 多头并进 宁义哪里都不敢放手 而黑骑军的数量降到五千以下的情况底 做什么都要崩起精神来 但宁义回到小沧河 整个人都瘦了十几斤 除此之外 对于宁义 秦少谦等清醒者来说 整个五朝天下 还有更大的规矩在酝酿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往头上掉下来 对于小沧河的经营 外人看来不急不缓 内力实际上是争分夺秒 这么长的时间里 他无法过去 便只能是陆红蹄赶来小沧河 偶尔的见面 也总是匆匆地来去 白日里花上一天的时间骑马过来 可能凌晨便已出门 他总是傍晚未至就到了 风尘仆仆的 在这边过上一晚便有离去 旁人眼中的雪菩萨 仗剑江湖威震一地 而他确实也是有着这样的威慑的 尽管不再接触清木寨中俗户 但对于谷中高层来说 只要他在 就如同一柄高悬头顶的宝剑 镇压一地 令人不敢妄动 也唯有他坐镇清木寨 诸多的改变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然而每次过去小沧河 他或者都只是像个 想在丈夫这边争取歇息温暖的窃室 若非害怕过来时 宁毅已经与谁谁谁睡下 他又何必 每次来时都尽量赶在傍晚之前 这些事情 宁毅每每察觉都有内疚 彼此之间的相见不易 睡在一起时 身体上的关系 反倒在其次了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纵然已经习惯了武艺 宁毅在那段时间里依然压力巨大 陆红蹄偶尔晚上不睡 为他按压疏导 有时候是宁毅听着他在旁边说话 说在青木寨那边发生的琐碎事情 往往陆红蹄非常开心地跟他说着说着 他已经沉沉睡去 醒过来时 宁毅觉得愤外内疚 陆红蹄却从来未曾为此生气或去丧过 如此这般 直到此刻 宁毅牵着他的手在路上走时 青木寨里的许多人都已睡去了 他们从苏家人的居所那边出来 已有一段时间 宁毅提着灯笼 看着昏暗的道路蜿蜒往上 陆红蹄身形高挑 步伐轻盈自然 有着理所当然的健康气息 他穿着一身最近李良衫女子间颇为流行的淡蓝色长裙 发丝在脑后竖起来 身上没有剑 简单肃紧 若在当初的便良城里 便像是个大户人家里 安安分分的媳妇 那一夜的月光洒满琴弦 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 轻轻引颂 回不去的从前 还有飘瘦 欲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七百二十九集 那一夜的思念 中文字幕提供 李宗盛 中文字幕提供 李宗盛